我不要成为谁的复制品 小小福向复制开心超人诸如技术能量 意外单身能力超强的无形超人 开心超人从密集出来后 遇到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复制超人 其他超人一时无法分析 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最后开心超人说出 自己在山洞里失踪的经历 加了一语言醒大家 如果他是那个时候被替换的话 好像也说得通 复制开心看到同伴们 高兴地拥抱真正的开心超人 他产生了自我怀疑 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谁 虽然开心超人不介意他加入团队 一起保护宇宙 但是他渐渐发现自己和他们的差距 以及同伴们对他的疏远 小小福操控他消灭超人们 理智告诉他不能伤害同伴 最终他选择一个人离开 然而小小福怎么可能放过他 他被抓回基地进行残酷的誓言 在这期间小小福已经把棋手能量 注入五个复制超人的体内 他们的实力果然增强很多 能和真正的超人们打得不相上下 但是因为身体不能承受吸收的能量 所以产生排斥反应都全部损化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安装一款能量融合芯片 小小福决定用复制开心做实验 源源不断的吸收能量注入复制开心体内 他痛苦地大叫起来 难道他还要继续被人利用吗 我想自己产生意识以来 一直都在被别人操控利用 他的诞生真的只是为了消灭超人吗 他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工具 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是谁 强烈的反抗之后 他像获得重生一般 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外貌 小小福很满意这个作品 而他的新能力也让他很意外 复制开心的左臂就是他的武器 能根据实际情况变坏心态 没过一回 他便把所有小兵都打败了 小小福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计划 还说能让他变成真正的开心超人 复制开心不懈听到这个名字 他要彻底摆脱开心超人的阴影 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 从现在开始 我的名字叫 无星超人 无超人闯入宇宙开发集团的基地 发现复制超人计划背后的操控者 竟是小小福 一场大战即可开启 以无超人的实力 本可以轻轻松松打败小小福 然而小小福的信誉属性 让这场队战变得无比划击 无论超人们怎么出招 始终都打不倒小小福 开心超人设计 把他堵在门口 想利用防顶的弱势将得击中 结果这些石头竟给小小福做了间小屋 小心超人用分身连续攻击 终于击中小小福的头部 原来小小福的信誉有猫腻 他体内有一股特别的能量 只要在能量范围内 所有的攻击都会受到干扰 这种干扰并不是绝对的 如果持续攻击 还是有一定几率能打中他 小小福很气愤 他一定要完全复制超人计划 由此将手中的头子变换成一副机甲 这副机甲能增强他的性欲属性 就算超人们召唤机车来对战 他也有把握能消灭他们 这时小小怪路过 亲眼目睹自己的爸爸 在伤害自己的朋友